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凌,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688集 外面的小偷咋这样多? 夏老太听说王金贵和夏红霞都丢了钱 气得不想搭理这母女俩 在商都买火车票的时候 王金贵说没钱 夏红霞也没钱 夏老太自己一个人手脚不方便 只有忍着气掏钱买票 结果这母女俩身上都是有钱的 王金贵把一百多块钱卷在衣服里塞蛇皮口袋里 下车的时候人挤人 连蛇皮袋子都让人给摸走了 夏红霞也有钱 王金贵让他把现成的对象甩掉 夏红霞还是给自己留了条后路 嫁香港人当然最好 要是嫁不成 他回老家再和现在的对象结婚 所以夏红霞临出门前 告诉他对象是到鹏城看望二叔的 管他对象要了几十块钱路费 这钱夏红霞悄咪咪的 连王金贵都没告诉 商都到阳城的火车要三十多个小时 火车上睡不好 要一直硬着腰坐到站 夏家四个人上了车 就把座位换到了一起 四个人挨着一张小桌子 面对面坐着 能轮流趴在桌子上休息 轮到夏红霞首夜那会儿 他也没忍住困意 打了会儿瞌睡 夏红霞发誓 自己就睡了一小会儿 上下眼皮刚沾着就醒了 后来说到了阳城站 车上的人都忙着往出口挤 王金贵的行李丢了 夏红霞的裤兜也叫小偷割了 这母女俩没有出远门的经验 王金贵比较胖 蛇皮口袋塞在座位下 上个厕所回来 都要看一看座位底下行李还在不在 夏红霞时不时用手摸裤兜 这些小动作不就是告诉小偷 蛇皮口袋和裤兜里有重要财物吗 母女俩一起被偷 果然是秉承一脉的智商问题 夏老太的钱缝在衣服里 是全家唯一幸存的现金 红冰 这就是您老婆和闺女 夏老太气呼呼的 夏红冰也觉得丢人 这母女俩有钱 她都不晓得 王金贵整天说没钱 夏红冰也信了 早知道啊 钱要送给小偷 还不如拿出来痛快花掉呢 夏红冰捏着拳头比划 你俩要是再敢背着娘藏钱 我就揍你们 现在是在大城市 阳城火车站这么多人 夏红冰没有真动手 阳城可真热闹 各种小摊贩在火车站兜售自己的东西 闻着香香的食物 夏红冰肚子呱呱叫 他耸了耸鼻子 凑到夏老太身边 娘 现在骂他俩也没用 是不是先搞点东西 添我肚皮啊 夏老太想到丢掉的钱就心痛 我钱都买车票了 话是这样说的 到底是没扛住夏红冰的歪缠 儿媳妇是赔钱的揽货 儿子再不好 也是夏老太亲生的 还有夏红霞也是亲孙女 最终还是夏老太掏钱出来 买了几份长粉 和郁南的口味不一样 夏老太上了年纪 吃菜也是咸口 吃完觉得还是大馒头实在 夏红霞冲着卖云吞面的摊位流口水 云吞的馅是猪肉和虾仁 别人捧着碗吃 想得不得了 奶 我还没吃饱 没吃饱也忍着 不赶紧找到你二叔 我们全家都要睡大马路 然而要到鹏城找到夏大军 也不容易 火车从商都通阳城 阳城到鹏城 还需要另外坐车 主要还得有边防证 夏家四口人都没见识 阳城人大部分说粤语 会普通话的不多 想要找个人问问该咋办吧 语言都不同 夏家四口人拽紧了剩下的行李 既茫然又警惕 在火车站穿来穿去 像四只无头苍蝇 就他们这样的土包子 别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特别是在火车站 坑蒙拐骗做局的 夏红侠长得很一般 却是个年轻姑娘 王金贵和夏红兵 瞧着也正直壮年 介绍两人去打黑工 做苦力 应该能赚一笔抽成 对坑蒙拐骗的人来说 有钱就骗钱 没钱也能骗人 路边的石头都恨不得 能榨出几滴油 不上来试一试 咋会就此甘心 火车站人来人往 每天都有刚进城的 土包子被骗 很快就热情好客的 当地人上前搭话 大娘 我瞧你转了好半天了 这是来探亲呀 打工是不可能了 农民出门打工 也没有带上个老太婆的 这眼眉嘴斜的行动也不方便 不是打工就肯定是来探亲的 可算找到一个热心人呀 夏老太还有警惕心 王金贵听见对方说的话 勉强能听懂 就把四个人的底子都卖得干净 搭讪的人心里乐开了花 外省的农民 果然是来寻亲的 还是要去鹏城寻亲 四个人在火车上听人说 要搞边防证才能去鹏城 却找不到门路 那就是把四个人一块打包卖掉 也没有人会追究啊 老家的人以为 他们在大城市扎根了 鹏城那边没等到人 能上哪儿找人 改革开放了 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朝着南边跑 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滋生了各种诈骗犯罪 只有聪明都不行 还得运气好 才能南下发财 更多的人都折损在发财的路上了 被骗钱还好说 被骗人就不好说了 反正下家四口 就跟着这位好心的同志走了 好心的同志把四个人暂时安顿下来 才找到小头目商量 年轻的卖掉 两口子的把他们分开送去 那可老的怪麻烦的 你把他带回来做什么 老的卖不上钱 还有各种毛病 一个不小心受了刺激 闹出人命 派出所肯定要查的 那当然是不想带回来的 可谁叫另外三个 瞧起来还挺孝顺的 一路上都紧紧贴着老太婆 这人咋知道 王清贵家三口不是孝顺 而是要看紧钱袋子 没了夏老太 他们三个人连吃饭都吃不起 这人说能代办边防证 夏老太四个人就老老实实 把介绍信交出来 小头目拿起桌上的介绍信一看 脸色很难看 玉南上的 还姓夏 老子对一讨厌的两点 都斩全了 六哥 咋回事啊 曹六阴着脸 一瞧见玉南省姓夏的 他总想起来另一个姓夏的 好好的磕老大 被姓夏的女人打了脸 还对人家念念不忘 现在还一蹶不振呢 废话多 不该问的别问 赶紧把这四个人转手 别让老大知道 可一熊正好进门 六子 什么别让我知道啊 你还没想到你 你还没想到你 你还没想到你